第一次拿到剧本的时候呢 它只有七集 虽然剧本也不是很成熟 但是却是有很亲切的感受 这次我能有幸去拍阿加沙的作品 对我来说是个挑战 没有困难 创造困难 这就是导演经常说的 不合适 那我们就自己造一个属于民国大权团的孩儿 棚的建筑面积有5000平米 东方列车7000平米 它可能施工面积就得到3万4万 那工程量巨大都得自己造平地起 这个戏嘛 它是一个悬疑系加推理系 整个的逻辑性 它非常的难 它不是单线叙事 它更多的是很多现作的叙事 这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剧 这个案子你可以这样去理解 也可以这样去理解 没有任何的案发过程 而且它都是案发以后 它去靠推理 它去靠分析 它去靠分析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这样去得出的那个结论 上面录制的才是那部信手 真正的 因为这个剧的案子呢 很多设定是有时空错位的设计的 所以对场景啊 站位啊 浮化道的细节啊 要求都很高 在这个问题上 对于我们的挑战还是挺大的 我们融合了大量那个时期 东欧所流行的一些服装样式 把它跟我们的民国时期的 传统服装的样式 做了一个有机的结合和处理 首先要谢谢大家对民国奇探的喜爱 但是民国奇探是民国奇探 民国大侦探是民国大侦探 它应该是不同的两种形式 它不是民国奇探的延续 而它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关于两个男主人设的考量 肯定有不少观众觉得 我们把一个比利时的八字胡的老头 改成一个年轻帅气的中国侦探 这是魔改 其实我们在项目做本土化改编之前 我们翻阅了阿加沙大量的作品 和相关的资料 在阿加沙的自传里 我看到了他多次抱怨自己 把小说的主人公设计得太老了 他说没想到自己的创作生涯 能那么长 甚至后悔 为什么没有在三四步之后就放弃老年的Polo 启用一个年轻的角色 当他完成这个心愿 可能也是我们表达我们对他崇敬的最好的一种方式吧 也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诚意和用心 而洛少川是Polo两个探案搭档 佩斯廷斯上尉 贾普探长他俩的合体 原著中他们都是Polo得力的助手 和优良的合作伙伴 阿加沙在自传中说过 佩斯廷斯就像是Polo和他的华生 我想未来我们做一部以年轻的佩斯廷斯为主人公 或者年轻的马普尔小姐为主人公的看案剧 也应该是会很好看的 《阿加沙的小说》它那个推理很难 你一下子就能明白 我希望大家能二刷顺住 三刷 这其实是我的目的